比較會這樣 對 比較會擠在一起 試試看脊椎往上做擠 然後我們就放鬆身體 然後試試看把手打開喔 我們會有一個虎口 然後我們框在我們的肋骨 後面的大拇指會在後面的肋骨 對 然後前面的大拇指會在這個前面的地方 然後我們把身體跟肩膀放鬆 對 然後脊椎保持延伸 所以你試試看吸氣的時候 你感覺一下你的肋骨 會往前後擴張 對 然後吐氣的時候慢慢往下沉 收緊肚子 試試看吸氣再一次 感覺你的呼吸喔 所以你會感覺到你的肋骨 向前向後都一直擴張跟打開 這個動作可以有效的 幫我們感受到我們背後的呼吸 不然通常我們假設沒有這樣 我們吸氣的時候都會很淺 比較容易只吸到胸跟前胸而已 然後後面這塊沒有一起被推起來 然後後面的肌肉就變很緊 它就沒有辦法放鬆 所以你試試看讓呼吸就是 前前後後都讓它展開 然後感覺它吐氣的時候慢慢下沉 然後你的肚子會放鬆 不會不會你的肚子會收緊 所以吸氣的時候放鬆肚子 這樣吸氣就可以很深 很深長 然後你吸的氧氣越多 你吐氣的時候就可以更慢 那呼吸越緩慢 我們的情緒就比較容易安定 就不容易緊張 可是呼吸很急促的時候 身體都繃緊 然後空氣進不來 後面就沒有氧氣 然後身體也會覺得就是很硬 所以試試看 每一次要覺察自己的呼吸 讓它吸氣的時候 感覺左右兩邊有一起擴張 吐氣慢慢下沉 收縮肚子 然後順便放鬆跟扎根 來之後 身心打開 然後這次觀察它前後 然後四處都一起被打開 然後塗 然後塗 所以當你開始已經感覺到它 所以當你開始已經感覺到它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好好的把 你給它 然後塗 然後塗